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 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比较痛苦 分别是跑长途 跑长途 跑长途 没有跑过长途的司机 不会明白长途路上的辛苦 所以今天给一些在跑长途 或者要开始跑长途的司机朋友们一些忠告 要想舒舒服服的跑长途 你需要在车里加装这些东西 一 坐以扶手 长途路上开车时间长 接触最多的就是座椅了 所以我们为了提升驾车的舒适度 首先从座椅开始我推荐安装座椅扶手 因为长途运输的路程少则1000公里 多则2000公里 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 长时间双手不离开方向盘 显然也不太现实 如果单手驾车在发生紧急状况时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安装一个座椅扶手可以适当休息 而且这种座椅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可以说是既安全性价比又高 二 竹席 北方人也叫梁席 夏天跑长途时注意降温是大事 因为路途遥远天气炎热 人的心情和身体都已出现问题 所以车内应该备有避暑的装备 竹席有温度低透气性好等优势 相比于绒布和皮质材料的卧铺 竹席就是夏季跑长途的避暑神器 而且中南方地区还能降低夏季皮肤病的风险 如果感觉清凉度不够的话 还可以搭配花露水 再凉洗表面喷一层 躺在上面你就会体验到 这个夏天对自己独特的宠爱 三车载冰箱 长途路上吃也是一大问题 大多数司机朋友为了方便 也因为带其他食物不宜宝藏 所以喜欢备一些泡面 饿了就简单的吃点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地吃一顿 而且行车途中不愿意去烧热水 所以一些司机索性就有凉水泡面 这样不仅不好吃还损害身体健康 所以在车上装一个车载冰箱 可以装在一些新鲜的蔬菜 满足车上做饭的需求 而且冰箱可以长时间保存食材 不用经常跑去市场 工作之余休息时还能来一杯冰冻饮料 可谓是非常贴心了 最后希望小编的这些建议 可以引起跑长途司机们的注意 别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资本 对自己好一点 也是长途路上对家人最好的回信 发生了个资本 跌cross途 感谢观看